这名正在接受审判的被告人就是张某 1964年出生 案发时是河南省某省职机关工作人员 经依法审查查明 2018年5月4日 被告人在其所住的宾馆房间内 进行了中华民主联邦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一事 并将其起草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临时献板 发送到十余个微信群中 以此对外宣告其建国建党建军的事实 那么你对起诉苏指控你的犯罪事实有意义没有 法庭上张某对公诉人的指控没有意义 主动认罪毁罪 但人们不禁要问 一名机关工作人员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犯罪的道路的呢 他的反动思想又是如何萌生的呢 事情还要从几年前说起 2012年的时候张某在自己的单位因为竞争上岗没有竞争上 新生的对单位的部门 后期又先后两次婚姻破裂 再之后呢是因为自己从事经商失败 导致了他对这个经济上的需求越来越大 光欠一家烟酒店欠款就三万多元一直都没有换上 工作生活上的种种不如意导致张某心理逐渐失衡 思想的轨道也开始逐渐偏离 他开始通过网络关注西方国家的政治和选举制度 形成了通过全民选举实现西式政治制度的理念 遇到不胜疑的是下降互降 所以在自己心里面击语 击语的一段沉重来以后 就是一些华城就自己心里各方面 发生一些智力变化 有些就是思想让参政一些动摇 思想扭曲以后 他开始逐渐的萌生了 想阻挡建国 想营造一个所谓的理想社会的这种念头 最后在2018年2月的时候 他认为自己已经年龄不小了 应该有所动作 认为想法已经成熟 张某开始积极运作 2018年4月底 张某向单位请假 以因私旅游为名来到境外 准备在境外进行他的颠覆活动 在境外落脚的酒店内 张某起草了他所谓的建国纲领和建党纲领 随后在酒店房间内举行仪式 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共和党 和中华民主联邦共和国 并宣誓出任大总统 颁布总统一号令 举行仪式过程中 张某还过拥在境外按摩店内 结识的徐某为他全程涉录 就任仪式结束后 张某将他的宣誓照片 上传到十余个微信群 进行扩散传播 企图扩大影响 通过微信群进行传播 所谓的告知全世界 我正式成为大总统 我正式成为大总统